好 咱们俩开一号码 航空出世慢闸了 连续三张比赛一号码都慢闸了 我们看一下排在比赛前面六号码 合力刺客第二位现在是二号码 涡轮增加在外蓝是十一号码 合力闪电 那么中间的马匹还有蓝色彩翼的是三号码 胜者威王 后边是白色彩翼的是四号码 好运之星 在本场比赛的后边是八号码 自由战士后边还有黑色彩翼的是五号码 万之急 再往后面是慢闸的一号码 航空出世 接下来是九号码 大都市再往后面灰色彩翼是七号码 青龙鞠以及粉色彩帽的十号码 巴内特 好 马匹现在是要转第一个关 现在是大概是七八个码位领先 在前的就是六号码 合力刺客 我们接下来的马匹可以看到有七号码 青龙鞠 后边的马匹还有蓝色彩帽的有三号码 胜者威王还有二号码 无论增加 我们说这是一场2850米的长距离的比赛 所以这个时候的领先的位置其实是非常不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马匹领放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冠军带回来 现在还是领先在前 马匹即将第一次经过终点 后面的马匹可以看到整个马群的差距还是有的 即是慢闸的一号码 航空出世 现在是也慢慢的赶来上来了 好 现在是马匹第一次经过终点 差距比较小是六号码 荷里斯克是 近镇汉的儿子一直排在本场比赛前面 现在后面的马匹追了上来 现在第二位是八号码 自由战士通过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弯道 接下来第三位是十一号码 河里闪电 那么再往后面内栏是涡轮中压 外栏是三号码 胜哲 然后再往后面可以看到黑色彩帽的万之鸡 然后白色彩翼 四号码好运之星 然后猪马群和后面的马群差距是比较明显的 再往后面有一号码 横空出世粉色彩帽的十号码 巴奈特 再往后边七号码 青龙区以及橙色彩翼的九号码 大都市 好 主要的领先部队已经来到了后边的直到 还有1100米左右要跑 现在是六个马位领先的且依然不变 六号码 荷里斯克大部队慢慢的赶来上来 现在二三四可以看到有几匹码分别是二号码 涡轮增压 在外栏可以看到是十一号码 荷里闪电 那么已经追上了一直领先在前的六号码 资里斯克完成了超越 那么领先的两匹码现在变成了二号码涡轮增压 以及在外栏11号码 荷里闪电两匹码差距的一个码位以内 第三位现在是黑色彩翼的五号码 万之急 接下来是可以看到是四号码好运之星 那么最后的弯道已经到来 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在是领先半个码位左右 二号码黄色彩翼的涡轮增压 在这旁边就是橙色彩翼的九号码 大都市 在后面还有一匹码赶来上来五号码 万之急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最后的一个弯道转直到了 其他码比还在追 前面大概有四匹码都有夺冠的迹象 最后的四万米冲刺到来了 我们看一下是五号码 万之急天文学家的儿子领先在外栏 还有码比在追持四号码 好运之星最后的两百五十米 好运之星超了过去 天文学家的儿子超了过去 最后的两百米 可以看到两匹码的差距已经是越拉越大了 这个白笔笔的码四号码 好运之星像他的名字一样把好运带给了自己 好 本场比赛的冠军属于四号码好运之星 第二个经过终点五号码万之急 那么第三个经过终点的十一号码 合力闪电 那么天文学家的两个儿子分别包揽了